在11年 我們都害怕 我們離開 我們在街上 我們都害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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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席地而睡 因為就怕以色列會轟炸民宅 加薩走廊地區 巴勒斯坦有半數人口都是孩童 他們從懂事以來 天天擔心受怕 家具 幼小心靈更是 滿滿創傷 加薩走廊遭以色列全面圍困 並承受迄今為止 75年來最強大的轟炸行動 看到親人 好友流血受傷 女孩儘管心中不捨 再害怕也只能被迫堅強 小朋友拿著盆子揭水 就怕水源即將用慶 本該歡樂無憂的童年 被戰火蒙上沉重陰影 七身之處從家園移到學校 只盼戰火早日落幕 脆弱心靈不須再繼續承受 隨時可能喪命的恐懼 戴新聞 武貴真編譽